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今次就想跟大家分享 用光光的產品 這一袋其實我也做了半年有多 有護膚品 也會有化妝品 今次就跟大家一次過說完 究竟我覺得它們好不好用 還有會不會回購的 第一樣要說的都是唯一一樣的化妝品 就是這支Sofina的Moisture Keeping Base 它在我的影片應該都出現過無數次 我是經常說它的 沒錯 它真的非常保濕 用下去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一個很厚重的感覺 但是夏天我也少了用它 因為我現在在塗一個大Base的防曬 就是Sofina那支 這支我還未開支新的 但是我已經買了很多支全貨 大家如果去台灣的話 一定要買這一支 這個就是雪花瘦的眼霜 就是和媽媽一起分享用的 用後感就是它不是一個非常稠的眼霜 有一點淡淡的人心味 它就說其實可以緊緻 但是我就不太覺得 所以用完之後 我和媽媽都沒有說要再買這支 因為其實它價錢也不便宜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用完的 一定是護膚品 化妝品 洗頭和洗澡的東西 這一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它就是Lancum Blonde Expert 這一支是一支精華水來的 之前忘了在哪條最愛片 也說過我很喜歡它 用下去是一點都不黏 但是也會有一個滋潤的效果 而且它真的可以美白 我保持著用它 其實我覺得 我在這個夏天 雖然我真的曬黑了 我臉仍然保持到這麼白 我覺得它也是除了防曬之外 另外一個功不可沒的成員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買 如果我用完化妝水或精華水 我一定會買這支 接著要說的就是洗臉 這支是去年在上海買回來的 周三合一結面 還有下妝的Mousse 用下去其實它的感覺很軟軟 泡泡都綿密的 洗完之後不會很乾 但是如果濃妝的話就不適合 而且我覺得只做到一個很基本的結面 你也知道其實香港的空氣很髒 其實你不再洗臉的話 基本上是不行的 所以這支我只覺得適合帶去旅行 為了帶少些東西的時候才可以買 所以我不會回購 然後要說的也是洗臉 這支真的是我平常常用的 這支是機嫌的液極潤洗臉膏 用下去比起DELF 剛才那支是更加舒服 我是一個乾性皮膚的人 其實不是經常可以洗臉的 因為每一次我用洗臉膏 都會令臉很乾 然後敏感 但這支是真的不會的 洗完之後覺得乾淨得來 舒服和一點都不乾 所以我一直用完都是買它的 接著要說的就是落妝產品 我用完的就有兩款 這支就是BioDerma的洪水 相信大家都見過 我用了很多支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沒有什麼味道 而且用下去不會敏感 也不會抹完之後 臉很乾 唯一有朋友用過 告訴我就是不太下眼 而且眼睛會有一點點刺 我也認同 但我自己沒有什麼敏感 但它唯一的不好處就是 它下不了一些非常濃的眼妝 例如Mascara那些 所以這一支是非常適合 你們平時化淡妝的時候用的 抹完一次之後 你可以馬上洗臉 然後去洗澡 也不需要乳化 所以這一支我會繼續買它 去到化濃妝的時候 究竟我用什麼去下的呢 就是這個Banana Coe的Clean It Zero 大家也會看到粉紅色的那個版 我都有用過它的試用妝 那時候就 不太的氣心買 因為它價錢也不太便宜 也要$200左右 我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這支是朋友送給我的 我就正式用它 而且它是綠色 就是敏感性皮膚 用完之後是非常喜歡 我現在化妝妝一定會用它 而且已經用完了 那這個呢 它就是下妝膏的東西 每一次你掛一點出來 然後塗完整個臉 最初你會覺得它很黏 很潤 但是你慢慢推 你就會看到它推走了粉底 推走了蜜卡拉 而且因為它是油來的 所以它是減少了很多拉扯的動作 而且是捨得非常乾淨的 這個我是一定會回購 也都很推介大家去買 去到頭髮產品方面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用Dry Shampoo 我用的是Baptiste的Dry Shampoo 這支已經是用完了 用完的是第二支 之前那支是Original 這支是櫻花味的 自己再買多了一支海洋味 三種味都是很好聞的 用完之後呢 是令到頭髮沒那麼油 和沒那麼扒 所以現在每一早起床出門口 我一定會噴一噴去 預防待會之後扒下來的機會 所以這支我一定會回購 而且也回購了 去到洗手水方面 一定不少這支我之前介紹過的 Subaki Hair Spa 這支是真的很好用 乾爽得來又會有少少潤的 非常適合夏天用的 自己也有回購 但就回購不到這支 就買了這支Volume Touch 回來試的 下次試完好用就告訴大家 但相反來說 我覺得我暫時用過這麼多支洗頭水 這支是比較好用 而且價錢也平民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但它同系列的 之前的紅色Shining 那支很軟 我自己不喜歡就沒買到 最後一件就是洗澡液 就是這支之前在泰國買回來的 Soup & Gori Clean On Me 它是很香 很潤 洗完澡之後你覺得很舒服 皮膚軟軟軟的 洗完之後已經有獨特的香味 再塗上它的Cream 真的一流 所以大家去格仔店也好 去泰國買也好 一定要買Soup & Gori的洗澡產品 真的超級無敵 好用的 我要分享的Empty's 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一次有這類型的影片 應該都會是半年之後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很快會再見 拜拜